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IG大叔 這間貓圖咖啡,位在台北市潮州街154號 他們是一間有貓咪很可愛的早餐店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那是這一間店正面的樣子 可以看到窗戶上有很多貓咪的小飾品 近看都蠻可愛的 這裡也有 內用區裡面還蠻深的 所以應該可以坐個二十幾個人吧 牆壁上還有很可愛的貓的英文圖案 內用區大概就是這樣 Menu都寫在牆壁上 原則上是還蠻清楚的 大概兩飲料加 減餐加起來應該差不多一百 兩百塊以下 牆壁上也很多明信片 原來這個明信片是可以買的 那先拍一下,這是其中一隻 它好像叫貝貝吧 嗨 嗨 很厭世的臉喔 等一下再跟他玩 那這邊菜單再照一次喔 他們這邊還有那個 香蕉巧克力厚片 等一下我再仔細的照一下 老闆妳好 點餐等一下 那餐點都是一樣是現點現做的喔 我第一次來 那這個馬分堡是什麼 馬分堡是 它的麵包在超市 賣到馬分堡 裡面就是有包上雞肉片 然後就是蛋白 喔好 那個每日簽訂嘛 那我要那個 然後還有黑咖啡 內用 黑咖啡我要冰的 冰塊調整嗎 就 掃冰 這樣摺10塊是一樣 喔好謝謝 那全家店裡的貓咪有幾隻啊 就只有那隻而已 它叫貝貝對不對 喔謝謝 先坐一下 好謝謝 好像Menu都是在櫃台喔 所以我就兩行兩行照好了 嗯 字體有一點小 所以可能要稍微注意看一下 好那這是另外一邊 那全部就是這樣 欸下面還有很可愛的小視頻喔 那在等在早餐的時候 那它已經睡著了喔 好可愛的臉喔 那喜歡貓咪的朋友應該就會蠻喜歡這間店的喔 好那這個是黑咖啡的部分喔 那現在就喝喝看 因為今天這個櫛子 櫛子 櫛子啊 櫛子的間鋸不夠 所以就只能拉到這樣 這是現研磨的咖啡豆喔 但是喝起來是美式的味道 然後以十分來講的話 百分比 咖啡豆的味道大概只有三分喔 然後剩下七分是水的味道 因為我點的是無糖的 然後就是一個很柔和淡淡的味道 可以把它歸類成是很清淡的咖啡飲料喔 我覺得它的風味是有點巧克力香跟真果香喔 還不錯 但是因為比較淡啦 那分數就是80分 還好 那這個就是這個馬芬寶還沒有拆開的樣子 拆開以後它就長這樣喔 總之就跟這個麥當勞的這個蛋香堡系列長得非常的像喔 仔細看的話就是漢堡麵包喔 跟這個雞肉火腿吧 跟蛋還有起司 那現在就吃吃看喔 好 吃起來跟這個麥當勞的那個蛋香堡也很像喔 它只是調味的是比較淡一點的感覺這樣 然後 麵包的味道 比較好 然後也 比較紮實 嗯 就是起司味跟這個 雞肉的味道還有蛋的味道 然後走這種平時風 然後分數的話我覺得是80分 就蠻平均的啦 就有普通的程度喔 那可能就是 來這邊就是看貓咪的成分比較多 然後這個就CP值就還好 然後貝貝貝貝 嗨 看起來好像很累喔 原本希望它有多一點動作喔 它好像是5歲的貓咪喔 然後叫貝貝這樣 啊 貝貝貝貝 哈囉 看這裡看這裡 那 那就請各位朋友自己來店裡 他如果精神很好的話再跟他玩喔 那 他現在很想睡覺 可能就沒有辦法拍到什麼動作喔 那 總之很可愛喔 感覺他 性情蠻溫馴的 好沒辦法了 有嘗試把他叫醒 還是叫不起來 然後他的眼睛很漂亮 是那種 呃 麥子的麥黃色喔 很 很漂亮的顏色 想睡覺沒辦法 那就請各位朋友自己來店裡跟他玩喔 總之很可愛 然後他的毛色也很漂亮 剛剛有詢問店長喔 那貝貝的話他好像是下午會比較活躍喔 所以說下午來的話 可能比較有機會看到他是醒來的樣子 好那最後這是這間店的菜單 因為最後才看到沒辦法 好那 地址在台北市潮州街154號 然後就叫貓圖咖啡 然後還有電話 那今天的Andy畫面就留在這隻貓咪上面好了 那覺得這一家早餐店的話就是 原則上就是貓咪的早餐店喔 有很可愛的貓咪陪伴喔 可是早上可能都想睡覺喔 然後一個很悠閒氣氛的咖啡廳喔 然後早餐跟咖啡都 算是CP值算普通啦 但是氣氛還蠻悠閒的 有經過可以來試試看喔 然後看可不可以看到跟貓咪互動喔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好掰掰